全球金融战迈入一个关键档口,欧洲终于举起一旗,并即将与中俄等金砖国家会师,各入诸侯倒美的巨入之战,正叙事待发,负责欧洲货币政策的多名官员,频繁释放消息称,欧洲央行将在6月某一时间点进行降息,无独有偶,路透社采访的82位经济学家也全数预测欧洲央行将在6月调降利率, 25个基点至3.75%,至于具体什么时间,普遍认为16月6日,也就是今天晚上,欧洲降息已成定局,世界金融大战欧洲战场拉开帷幕,对于欧洲而言,这是足以载入史册的一笔,这意味着欧元诞生30年来首次跑在美国前面行动,此前世界主流货币从来都是看美元脸色形式, 国际上排在前列的经济体除了中国,没有哪个大型央行敢走在美联储前面,美国加息他们必须跟着加息,否则资本就跑完了,更为重要的是,这还是欧洲在事关美国特大核心利益问题上,首次跟中俄等国站在了同一阵营,金融战,美国离战败更近一不了, 作为全球流通量仅次于美元的货币,欧元如果降息,而美元仍处于加息环境的话,首当其冲的影响便是美元汇率会大幅拔高,也就是美元的币值还会再涨一波,千万别以为这是什么好事,美元每涨一次, 美债和美国银行暴力的压力就要多几分,更何况美国那边已经顶不住了,美联储在2022年至2023年的加息幅度非常猛,仅这一年的加息幅度就超过之前9年的总和, 2022年2月的利率仅为0.25%,今年2月的利率就涨到了4.75%,仅两年就增长了4.5%,堪称前所未有的大起大落,加息是最常见的货币政策, 它的本质是提高存款利率,然后以更高的收益,吸引市场上的资金回流到银行赤利息, 同常情况下,央行会把年加息幅度控制在三个百分点以内,而美联储一下子就奔到四去了,问题就是因此而产生的, 美联储的存款利率在短期内飙升,资金在银行存钱的收益远远超过了购买国债的收益, 投资者自然更愿意存钱,而不是购买国债,毕竟变国债的稳定性在怎么高,那它也是一种投资, 既然是投资,其风险性就必然比存钱高,所以但凡脑子正常的人都会卖国债存银行, 但现在谁都知道买国债的收益没有银行高,肯定就没多少人愿意接盘, 而美国还存在另一种情况,财政赤字货币化,在大水灌溉前,美国国债偿还的希望就已经相当渺茫了, 他们并不奢望还有更多的投资者愿意吃进美债,而是让央行或各地银行购买国债, 即央行印钱购买国债,再把债券承包给下级银行,美联储,共同基金,银行机构,保险公司等, 金融机构加起来的持股比例有45%,经过美联储近两年的大水灌溉, 银行类持股比例飙升,估计有15%,换言之,国债及市政债权,是近几年银行机构的主要投资方向, 这就相当于他们的核心资产了,随着各级投资者在市场上抛售美债, 其价值大幅下跌,连带持有他的银行资产价值暴跌甚至负债,从而导致银行破产倒闭, 这便是去年美国一些银行破产的来龙去脉,至此一条完整闭合的逻辑链条,就浮出水面了, 美国政府用大水灌溉的方式刺激经济,海量的美元涌入美国消费者口袋, 民间购买力大大增加,但美国的生产力并没有增加,受购买力与生产力失衡, 货币供应量远超商品供应量的影响,美国出现40年来最严重的通胀, 美联储紧急修高利率大坝,试图不再让美元继续泛滥,资金随利率回流到银行, 但代价是各级市场抛售美债,美债价值暴跌,银行是持有美债最多的金融机构, 美债价值暴跌,连为银行资产价值暴跌,银行倒闭潮,因为银行破产浪潮, 各路财经媒体预测,美国将在去年12月降息,但直到现在美联储的政策倾向还是因, 不是不降,是不敢降,第一是从金融战的角度来说, 现在正是以日元加息,引导亚洲资本流向日本的关键时刻, 如果此时美元逆向降息,流出去的日元,刚好可以用新释放出来的美元做资本补充, 这样美国借日本收割亚洲经济的计划就前功尽弃了, 由于日本央行长期的负利率政策,日元的融资成本和偿债利息很低, 所以国际资本对东亚地区的投资,大多是通过日元来输出的, 即先把本币兑换成日元,然后再用日元到东亚其他地区投资, 日本央行加息,东亚的国际资本就会抽离。 第二是通胀率是美联储衡量货币政策的风向标, 没有稳定在2%以内就贸然降息,会再次推高民众的生活成本, 影响民主党今年底的选战,欧元作为持有量和流通量, 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国际货币。 在美联储依然维持加息的状态下,欧洲率先降息, 内部还没找到实体承载的资本,必然大量流向美国, 进而推动美元升值,引导更多的美元流回美国。 更关键的是,欧洲并非是一个人在战斗。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2024年度金砖组织峰会, 将于10月22日在俄罗斯喀山召开。 本届峰会有三大看点。 第一,这将是金砖国家组织在去年扩元后, 首次举办金砖十国峰会, 第二是根据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的透露, 本届峰会议题将着重聚焦于成员国贸易去美元化和创建替代支付系统。 第三是喀山峰会召开的时间点, 和外界预测美联储降息的时间点很接近。 据华尔街日报的消息,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 美联储可能在9月首次下调利率, 但以去美元化为主基调的喀山峰会在10月召开, 无疑会加重美联储的决策压力。 另一方面,随着伊朗和沙特, 这两大油气资源国加入到金砖国家组织, 并参与到有组织性的去美元化浪潮中, 美元过热的压力必然会成倍剧增, 以油气资源为主的大宗商品和工业制成品, 是支撑美元在国际上流通的关键锚定物, 因为这两样东西在国际贸易中的占比最大, 而国际贸易需要用美元来结算, 当前作为工业制成品大国的中国, 以及作为油气资源供应大国的俄罗斯、沙特、伊朗, 聚在一起搞去美元化, 国际上对美元的需求量自然就没以前那么多, 而在欧洲降息、美国加息的背景下, 这些多余的美元肯定会往美国跑, 这一跑就会滋生两个后果, 首先美元币值再度上涨, 引发更大规模的美债抛售潮, 美国银行界系统性危机进一步加大, 其次因为要用更高的利息来挽留客户, 美债价格和收益率是成分比的, 美债抛得越狠, 价格越低, 但利率反而会升高, 自从美联储在2022年宣布, 加息美元币值上涨后, 美债收益率也在跟着水涨船高, 美债收益率上涨不是什么好事, 它不仅说明美债销售的情况不容乐观, 更意味着美国政府偿债的利息成本会大幅增加, 2023年, 美国利息兑付超过8000亿, 预计今年将突破1.2万亿美元, 占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 收益率涨得越狠, 市场对美国政府偿债能力的信心就越低, 这时中欧手里还有一张, 足以成为压垮骆驼最后一根稻草的王牌, 那就是美债, 2023年底, 中国和欧洲总计持有近1.8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 只要在美债收益率高点分批抛售, 市场的恐慌情绪就会无限放大, 然后就是更大规模和更疯狂的抛售了, 留给美国的选择只有两个, 要么维持加息把自己撑死, 要么启动降息放弃收割亚洲的计划, 但不论是哪种选择, 金融战肯定是打不赢了, 欧洲决定举起一旗了, 中俄是国后方压阵, 一场金融版的巨入之战, 正在黎明前的破晓之客, 拉开倒霉的浩荡帷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